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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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 下一場 這一選即將開始 我們可以測的聲音嗎 大哥 可以 請 這個是要電腦的音樂嗎 對 謝謝 好 大家好 午餐有沒有滿意 聽起來沒有滿意 還是吃太飽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進行下午的Fashion 那首先為我們帶來在阿里的是 大理跟Stanley 太多年了 大理跟Stanley 幫我們帶來一個無人機有關的應用 那我們就迅速的把時間交給他們 OK 那請大家掌聲歡迎他們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大理 大家好 我是Stanley 我們今天的主題其實是 我們之前呢 先前幾天我們也有來參與就是這個 來參與過TOP 那之前我們也是關注在水污染檢控的環境 那今天呢 比較重要的是挑戰雙漿熱的模式 這個其實有一段故事可以跟各位分享 我們兩個有認識的呢 我們都來自Hoplet 那其實事實上是一個不摔不相似的模式 這個摔呢 當然只能不能摔機 左邊呢 實在是拯救我們的實驗長 這個很大很大很大 這個在搞什麼解脫 右邊是Stanley的飛機 左邊是左邊是大飛機 剛剛應該有聽到 剛剛很奇怪的話 請大家一起小禮 之前是一段不摔不相似的故事 所以今天的故事呢 是一段一起搞飛機的故事 這是我們兩個人的速度與機器 是一起搞飛機 不要想太多 我會把我打開不了 不用特別強調 好 一開始呢 想要先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關於無人機這一次處理 因為從TOPLE的分析數據來看 它的偷數量變化 其實在11年以後呢 DRAW這個名字 它的偷數量已經高度1V了 所以其實像DRAW對於無人機 這樣的一個名字 大家已經是不摩 甚至是高過原先高專業的領域 叫UAB的這樣一個名字 可是UAB其實在 跟DRAW比起來 它是比較不友善的名詞 因為UAB大家常常會聯想到 就是 恐怖攻擊啊 或者是戰爭 所以其實大家會比較喜歡DRAW的名詞 其實無人機的技術很久 已經很久了 從軍事商應用開始 大概一直也沒做到 數十年前 從一次世界大戰的開始 所以你重置 重置這一個案子就已經有了 但是它其實定義已經 但是到無人機真的被大家知道的時候 其實是因為私訊有資料 這份資料其實就是有資料 其實在產品裡面 以無人機來講 無人機它的責任者很廣 不管是想定義接 也好 或是銀行系統也好 只要是能夠定向移動 能夠去操縱它的飛行中 都可以稱之為無人機 但是大家都認識的是 以四軸飛行中 四軸飛行中 我們可以從這次去看到 所有銷售區的產品也好 不管是消費性的 或是在商業應用 或是在工業應用 都是以四軸飛行中 為大型 這其實跟一件事有發達 當然四軸飛行中 它短生的一些東西 它的機動性非常好 所以它不瘦的地址 它可以 它的作業辦金也非常非常小 可以用在這麼多等級 像是空間資訊的取合 還有環境監測 工具電信 保全安法 拆開營業 技術產業 像農林木業的監控 頭腰 張娘 這些項目 它有像以四種 只是這些項目有點煩長 我們幫大家做的鬼類 我們先初步把它分成均用跟營業 這項技術是一開始 從均用開始 那它是怎麼樣走向營業 2015年被稱之為是無人機營業 它事實上就開始 讓無人機營業 上到民間 那我們可以在民間 做一些商業利用 或是專業利用 對 只是S&M 這麼多的想法 我覺得我們的寶機 我們這段的機器 該怎麼樣 要用到故事 我是覺得 偷拍看看還不錯 什麼都好講 你跟我講一個偷拍 我可以理解成是監控嗎 可以 差不多 好 就決定去偷拍 我們是怎麼樣去偷拍 我們針對環境監控 來做偷拍 我們偷拍了 包括像是 台中跟彰化交界的烏溪 還有雲丁跟彰化交界的濁水型 我們去做一系列的養成監控 還有相信一下 柳川未來的監控 所以事實上我們把無人機 希望可以落實在 真正能夠擁有的產業領域 飛行這件事情 本身並沒有價值 而且很危險 成本又高 真正可以讓它 投入到應用的話 它必須跟我們 像成員所結合 提供它完整的偷偷訊 譬如說我們做監控 飛行其實它只是一個佔據 但後端的相關的資料 或是提供我們一個 完整的機界面 或是一個GIS的系統 才可以發揮它飛行的價值 我們再單獨的把民用這個項目拉出來 因為軍用的話 一般都會是 一些軍隊的需要 它可能它的領域或技術面 比較盛 我們不拿來考慮 那商務跟專業領域呢 商務跟專業領域 其實也稍微有點可憐 我們要怎麼樣從商務走向 專業領域 到底怎樣才算脫敗的專業 要重要做到專業 那因為就是 物聯網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都在居家 然後我們可能在區域網路下面 然後很多裝置連在一起 但是如果今天如果物聯網 它會動 那它可能 它需要幾十公里的移動範圍 那可是我們這樣可能 就沒有辦法進行區域網路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 像是3G啊 或者是4G的行動網路 天性行動網路 這樣我們才能符合大範圍的 移動範圍 就跟平常區域網路 不聯網 不太一樣的概念 就是因為區域網路 它不需要去移動 你所有太複雜 我給你翻譯 如果要成為一個專業的頭排者 你必須對它的行蹤了論 你必須知道它上下端的時間 對吧 就像我們能夠在雲端去做一個行動這樣 因為我們認為雲端 海洋圍規範圍 海豪的前程 到我們內部遇到 像是森林大舟 森林國在 或是我們工業區 或是浮社路覽 這些項目 它都被公共駱進 這樣也不改居 它是非常高度自由 而且它的機動性很高的項目 去做檢訪的話 我們就可以掌握到 這關鍵上的任何項目 這樣就可以成為 夠專業的同胎 那其實在之前我們剛剛 Stanley也提到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 它的資料的傳輸 以Wi-Fi它的距離來講 已經不夠了 所以我們工業GPS 它是一個工廠的網路電話的建構 也就是說它的 它的範圍夠大 讓我們的飛行器 執行的範圍 都可以被它改造 這是我們之前曾經過的項目 它是有定制 還沒有再加上飛行器以前 然後我們有針對 北港溪做了一些的檢証 還有中部的斷範軸區 做了連續檢証 都是使用三張GPS 在外區的網路電話 就是這樣 那該來聊到我們今天的主題了吧 NQTT 以及我們GPS 我們的土砲 基地站 這個有多土砲呢 可以給各位看一下 那時候非常開心 老師在跟Stanley說 Stanley有時候可以 透過中端機 看到我們出去了嗎 只是Stanley到處 對 因為就是其實中端機 有時候不太有 不能講不太有 就是大眾 比較不會去 去那麼容易去 去取得這些資訊 所以我就想說 那如果我們今天可能 只是寫個網頁 或是寫個APP 然後去取得 無人機得到的資訊 因為平常我們 如果要接收這些資訊的話 然後不需要拿非常多的設備 然後可能還要拿電腦 如果不是走GPS或是NQTT 我們走無線電的方式的話 就不需要透過電腦 那我也不能直接去處理這些數據 那對於大眾來說 就會變得很不友善 所以我們就想說 如果要不要 用一個方法 可以讓 比如說我們在執行任務的時候 一閃房 他們就可以直接看到 我們的 執行任務的結果 然後或者是 除非PTA 然後讓大家去串結之類的 我不是講他用來 你那時候都不是跟我講 你們就是跟我說 你在我阿媽看不懂 所以你們就一直做 我阿媽也看得懂計畫 OK 不過是真的啦 這個視訊畫的表現 比較容易去呈現 我們想要監開的資訊 那基本上 就是 傳統的 其實我們傳輸的資訊 它距離非常有限 像大江的P3P 就是 這專業版本 它大概也只能傳輸到五個 其實五公里 大概五分鐘就可以飛到 所以 超過五公里 這個 之後呢 它就會非常 它就會可能 自動版 或是什麼之類的 那 所以 如果我們今天用3G的話 我就不會收到這個 五公里的限制 對 那 其實主要就是 如果可以簡單 那誰需要複雜 那 因為 現在互聯網大家都喜歡用NQTT 稍微講一下NQTT 它其實就是用發布好 定格的模式 比較 因為它 非複合互聯網 一對多的虛擬發布方式 那 我們可以 用在多台 就是兩台以上的無人機 它可以讓他們 互相溝通去合作 造成 更方便的應用之類的 那 下面 下面有一個影片 其實 國外很多人 現在已經用NQTT 去 控制無人機 那下面有一個影片 是 其實有一個老外 它用 水果 去 透過RGNO 然後操控 所以 那時候跟我要一個 我會接在 有一次的 那個感測器 對對對 我以後只有 誰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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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他就是用水果 然後 透過RGNO 連電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 就 拜託 不要玩食物 對 那其實可以 那 剛才那個 剛才那個 不來正經 那 這也是另外一個老外 那 它 大概有八台無人機 他想要直接去操控這八台無人機 他就是用 也是用NQTT的寫定 然後搭配三局 然後可以 呃 弄成一個 麻木器 在地圖上 就有麻木器很輕鬆 大概就是 因為 平常我們如果要 同時操控 那麼多 D5輪機 還要 很多 反正的東西 可是今天他用這個 方式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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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的 大概 大概就是 大概是 大概就是講 他操控很多難的問題 走他想要的方向 走他想要的方向 然後最後幾個舞台 其實我不知道他的手指 還可以很簡單 為什麼我好玩 感覺快有業力 那你覺得PTT有一點 除了我們剛剛的紅包 主要因為他是用在 物聯網上面 所以他的PTT 紅包的負占率非常少 再來他 因為我們使用三句 所以距離不收錢 然後地面的裝置也減少 最重要的是可以 即時處理我們要的資訊 我們不需要把電腦 然後今天我們去吸水 然後監控完的資料 不知道存在點 然後再去進行處理這樣子 對 那其實這邊有一張 HUTD跟HUTD 跟HUTD 就是可以很明顯看到 他電力啊 或是 訊息傳遞的方式 都相較HUTD 都減少很多 那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可以簡單 我們幹嘛還要搞那麼一張 好 不是 你應該搞什麼 好 那這邊是一個 就是 無人機 跟地面 車的 結合 那他也就是 運用了HUTD 他大概就是打一下 他是一個開運轉 那 平常我們以前 UAS的系統 因為 很少 很少 其實很少用那兩台以上 的無人機 可是因為現在 無人機慢慢的 然後 飛行時間也越來越長 所以大家會 用兩台以上的無人機 去進行溝通 那他這邊就是 用HUTD的協定 然後讓兩台無人機 知道彼此的位置 可能他會進行3D的建模 然後兩台互相合作 去拍攝照片 做一些應用 這樣之類的 這一個我們可能在做 地址的這種拍攝 比如說 3D建模的時候 你能用到一台的飛行機 因為其實 兩台飛行機 除了控制上的難度以外 在飛行時間 速度會撞擊 這支體也是 也是必須要短 如果拖空人跟D6 他們可以直接 可以構成一個像 廣路的拖空的話 你就可以去 避開他的所在地 而達到說 無機力可以一起主動 但是不會撞到 這樣的前迫 那這邊其實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的做法 那我們的做法是 利用無人機 然後 Publish 一個 訊息到 MQTT 播客上面 然後接著 我這邊是用 Node.js 去接手 去訂閱這個頻道 那 同樣的 同樣的 其實 如果我今天要用 NQTT 去操縱輪機 也是可以的 我就只要 把訊息 推播到這個頻道 那我就可以想想 來像無盲信的做法 我可以 超越5公里的距離 就距離不受限 那 再加上NQTT的性質 讓我們傳輸速度 會變比較快 但是 呃 我扣的大力量 那 就是 你要先 因為我這種 Node.js 寫的 所以 可能要先 抓到NQTT的 那個 討件 然後再來 訂閱我們要的頻道 結果我全部都弄好之後 就是我碰到一個 非常嚴重的技術關卡 就是我一直沒接到資料 就是可能 就是因為 因為 因為 那個 因為我們看 我們在這種前半類似的傳輸的時候 就常常把資料 或者這樣 都會秀好 那你現在雖然都會有這個方便 但是你看 不然是去被執政中 還是需要一張 預付卡 你需要一直能拿 對對對 那其實真的可以保養一下 是台灣 犯預付卡 那麻煩 是不是 然後因為加上現在中華電信 它並沒有 並沒有3G的預付卡 它都是4G的 那加上我們的設備 比較舊的原因 我們當初在 跟那個中華電信買的時候 一直跟他說 欸 請問 就是 Nokia 3300 你到底怎麼會自決 4G的 對 4G的預付卡 然後他真的很疑惑 想要 就是不知道我想辦法 因為一般來說 會買預付卡 可能是抓捷 之類的 對 因為要抓區別 對 對 所以他那個 就很突然 你們要抓捷吧 對對對 還有很多很棒的運用 的網站 好 怎麼樣讓無人機上彈下來 其實以往大家都覺得 無人機是玩具 玩具 玩具 或是拿飛行的 蠻好玩的 但如果很多應用的場合 它的環境可能這樣 譬如說它比較下層 譬如說它 沙塵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呢 像這樣的無人機都是透過 自己設計 透過CAD 透過CAD加裝以後 自己組裝設計 像我們前面的這一台 透過碳纖維板材 2.5D的導覽 放起來 這是一套最基本的 能夠做到 自動導覽的輪位 一些系統 上面只有很多 像GPS的連線 能打一下 1.1GHz 還有RC接收器 2.1GHz 還有數據傳輸 其他力的部分 就把1.5MHz 還有電話去影響 所以常常 有時候會發生 那麼多的設計 可以放來幾天 方向如果不對的話 會打架 就會業力 不要不要 你就會直接轉去 所以像一台的變線 我們正要出現物的時候 我們會去做一些 像是EMI的測試 確定是說 每個獨斷的輪件 不會被弄的話 才能夠防備 再來 我們還必須做一些 它自己的措施 像這樣的一個 GPS的圍理 再可以提起 一定要入色 對我的情況 非常非常多 你的RC訊號 哪些訊號斷掉 或是你的素材斷掉 任何一個 任何一個 無線訊號斷掉 都是很危險的事情 所以我們還要有一個 對抗的話 就是一個GPS的電子圍理 像這樣一個電子圍理 它能夠讓 可以先知道 你碰到別人 我們可以去設定 它是RTL RTL 就回到出發點 或是即時能降落 或是做一些 其他定義措施 才不會 還會幫助 腫瘡於0.1 或腫瘡於0.1 這些事情 所以這些任務都完備 以後 我們可以做實際的 任務 我們這樣觸換完入境以後 像我們現在透過的是 散去的網路 那它就不會有 以往 單電對散去的場數 的距離限制的問題 只是 速度稍微更慢一點 那我們用GPS 用2.0的矩正在網路的話 大概延遲的時間會在 0.5秒左右 但是 就只是一個 距離 checking它的位置而已 它的 使用時間已經足夠了 非常的大 然後 你應該要去 快點 你這樣 快點 對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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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有一點控制 它可以控制 它可以控制 所以最重要的 我們既然要執行它 不到妹子同胎任務 這樣的一個設備 它必須要控制 我們在做環境監控的時候 它很容易 我剛剛其實已經提到 像是骨色也好 水不染也好 風物也好 如果說這樣的一個飛行 飛行器 我們把它定為一個飛行機器的活化 它的飛行機器也好 它的應用性配合 所以目前呢 我們針對像這樣的飛行器 可能提供兩點檔案 假設用飛行檢測 它有去掛材相似的 飛行器 導演化 環原子 還有溫度 環原子 這些都是線型已經可以監測到的效應 那像空汙的話 我們會比較不用在這邊說 不然這個效果 待會呢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它還實際上 因為汽油的話 你會有一點點影響 今天也有展示出來 那實際的飛行機器就要很開心 像這樣一個 通通的環境監測也就是很符號 剛剛提到的 在天主會派來監測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就是 飛行器的回憶器流浪 因為它是靠工學式的監測方式 也就是說 你的學生在變化的時候 它有回憶的變化量的區別 那你這時候 有照應很大的情況下 你可以把它知道是哪一個 哪一個環原子是可怕的 最後呢 我們直接在機構上面做了概念 在這個下方呢 我們 開了一個孔 然後把 把散熱地站貼在底下 然後上方再開一個比較小的孔 也就是說 我可以在裡面 製造一個存在位置 也就是說 我不管我們的 飛行機的姿態如何 我裡面在感測的這個身孔 它的流速還有壓力都是不低 如果之後做到這樣的情形之下 我還可以說 我的感受不是很好 再來就是實際我們 設計完的飛行機 然後打工把我們抬到 組裝後後的樣子 所以這些問題 我們都調查繼續以後呢 我們才會有最終版 像這樣 從底下進流 剛剛製造裡面的這個樣本 如果有狀態的設計 待會有限定的話 我們可以到情形來交流一下 這次我們實際上 會發生到一個狀況 在還沒有啟動的 我跟我們講之前 它的數字大概都低於15 旁邊天競行那些 雄迫力很低的情況下做的實驗 當我們開始比較硬地飛行 尤其在一米的高屋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飛行機會有一個狀態叫做 地面消滅 它氣度會非常危險 有時候 地面的規則會再上來 所以在沒有做這項數字之前 它的數字會非常非常 沒辦法使用 剛剛是解決感測項目的問題了 那 現在如果 我們應用實際變化 那再來背景 如果說我今天要做什麼狀況的話 好 回到水平場 沒有普通的話 它沒有辦法 再水平場就對了 如果我們今天 希望我們製造 拿到我們的感測數據 還希望拿到Standful的話 它就會在水平場上 小燈讓我們弄到 studying 全球在台灣很快 太陽 也這麼忘記了 現在是出�採用力 看起來也有很多 小燈兒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 做什麼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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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自己有一點點心 他的心靈 我們剛剛自己有一點點心靈感 我們剩下的第一步 這六星期間有幾百二萬元 一腳合作用六星平線的動力 大多數在六七四重力 所以在延線的這麼長的流域帶是 它是徹端卻少了只有三個 那我們的汙染發生的是地址 汙染發生的情境其實是在一個 它是主要賣一個直徑一公司大廠 也是有七八十公里的公園 然後在排放備水的人 只需要幾分鐘的時間 但我們沒有辦法做到20小時的時間 所以這時候導入自動化的檢測 就有大力量性 再來如果無人計程區 並不掉我們地形 就只要我們地形的確定 舉個例來說 我們今天想要怎麼檢測一個水平 它就是水平或者是無人計程區 我們必須帶你一群幫助 我們去做一個建築園 去做太陽的話 如果是你現在幫我幫忙 再回去做 萬人公司 對不對 對 我們其實靠無人計呢 像現在如果用到雙摩的 就有點像問題 它的度差可以在一米 它其實可以延續 用法去做多點的養測還有健康 無人計它會變成一個 非常非常貿易的單位 其實做我們在做一個健康的 但是我們一直在講 到底還有空拍有沒有 有啦 其實還有很多 其實其實大家好像現在都 奮佛在空拍 拍動機上面 但其實無人計它還是有很多 其他的應用 像 像是貝斯穆克拉最近 最近出了一個很帥的 一個陰翼飛機 那它就是利用無人計 然後可以長時間在空中上指控 那打到就是可以 天原地區如果沒有網路的話 那它就可以送網路到 利用無人計送網路到天原地區 對 其實真的除了頭拍網 所以我們要做這件大意 然後跟大家分享 這個 這個專案呢是 姚鳳飛的藝術人 它如果 我們所見的 它底下就是一個 環狀的顯示器 它其實是有一段 比較多的 這個東西 可以說不容易 跟大家分享 其實呢這樣的一個 環狀顯示器啊 像無人計它其實 除了當我們關注的 在環境監控上的地區 或者是其他的 技術材料的地區 它有一些在 娛樂上面的利用 欸這時候就可以發想 之前我們有透過 無人計悬掛物件 欸支持之後 很多人都發想 所以還做一個 最有一個追求 是一個廟棚 然後我們說 欸那個 大家可以 在我們廟會的時候 來幫我們 就覺得說欸 其實無人計真的 除了大家想到的空拍 除了大家想到的 這種送貨 這種 大家已經藉由的這種 物館 它還有很多很多的 我們來講一些 投牌的理由吧 這個 這個 這輩子中的藝術材料 它是透過藍牙 然後幫我們 昨天想要傳達的訊息 從頭拍電視上面 然後還要晚餐看 就像這樣 我們給他一個 一個圖叫 小白 其實有沒有成功 而已 其實沒有成功 這故事是這樣吧 就是我們 我們常常的 人生做到 第一專案 來做的尋找 而且他告訴我們 你可以在晚餐的時候 放在飛機 這道竹子的外面 然後 不想好好選擇他 然後 結果 事情沒有相信 還有這麼簡單 不知道從哪一間 的狀態 哇唷 在中拍 對啦 還是頭拍 為什麼大家對於 變形的影像 不關於就是 中拍與中意的利益 然後頭拍 實際上飛機的狀態 然後 傳達的選情 或是跟著上面 的話 很好笑 好 就稍微有點 震驟 以後 就是沒有錯過 其實好像 還跟 偶爾有關係 真的要 真的 其實 無論是大家一直在看到 就是他可以 應用在 那 他才可以真正 稍微飛行這件事 的價值 但再關注一下 應用在哪裏 對於的同時 應該關注說 他既然已經 沒有很快 但你不能多資源 對 我之前已經還有一些 必要科目的技術 或是未完成技術 比較去 讓他變成是 標配也好 或是說 基本的也好 不然看 飛行器 為什麼現在已經這麼沉重 他還是會撞到 撞到人 拿到 拿回車子 造成那個生命 事實上 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以細節來講 以前 以前大家在 家裡的小兵器器 看到最近才比較清楚 原因就是 他可以 地盤 地盤 我們來還原一下 101檔發生 地盤的狀況 那還變成是 他想要做反彈 連著101反彈 但到背後的時候 尋寶被整理了 如果飛行器有很多 飛行器有很多 飛行器的機器 其中一張就是 飛行器 可是他想也沒有想到 其中一張 真的叫做自己 到508樓盤 直接飛行器 如果是我們能夠有效 地盤就這樣 那要做幣杖的話 不要用這種 傳統的話 都會有幣杖層 但是如果在移動速度 很快的情況 就這樣 所以視覺 經濟視覺 都沒有什麼很重要的 影響 像這個專家 我們是用宿媒檔 我們用宿媒檔 我們用宿媒檔的影像 影像抓回來以後呢 把中心的 投影點的特徵動作幣 對 計算出他的距離 跟距離是他的頭像 的角色 比如說我們可以去 第一個是幣牌 第二個是追逐做 這其實還有後續的影像 意義 如果我們可以去追蹤一個目標 讓他可以很精準的降落的話 剛剛例如我們 講到GPS它複雜 很硬的 這樣 如果我們現在要做 完全的自動化應用 把它去做到自動傳電 那這時候 靠著視覺能夠精準的降落變成 就變得非常重要 我如果讓他可以降落 凸查不超過 不超過30公分 才有辦法去做到自動傳電 的這些機器 像這些 像這一台就是 剛剛跟各位分享 你可以透過激視覺 去追逼一個目標 讓他降落 凸查不要超過 50公分以外 這樣的飛行器 還有 我們現在只能夠超過激視覺 另外 我們還有 可能是用體感來操控飛行 像現在 一般的搖晃不一樣 不然問題是美國 說日本手 這些可能 不是專業玩家的話 他很難去操控在飛行 所以我們試想 是不是有一種方式可以讓 可以讓操控 操控的 或者是玩家 他可以操控 很疾瘋 我們是問體感 我們用KINET的SDK 把你的機架 分成20個關節點 那這20個關節點 零致手跟手臂機 跟一個片方位置 可以去操控 可以去操控捨 我們使用他希望 飛行器 防替狀感 系統是多少 那我們就可以做到說 我們去使用 零紅器 才有多少都可以 這樣的一個效果 最後還有一些時間 跟各位分享 這項開玩的專案 我們當時有在做 基於 AUTEMO base 這些 即吶、浪跑、硬體 還有我做的時候 都是開放出來的 我們希望跑完的事情就要更多人一起玩 而且讓他更好玩 像印記的部分還有程式檔部分 它全部都是動態在網站上面 有些訊息想要繼續專業突然進行 或是跑路人自己來 然後更多利用的人可以到我們的網站上去展開 去展開這些台北的資料面 在最後最後的時間就會非常迷路感 大概6年前就大概結束4、9年前的事情 其實過程上都有些好玩的 沒有一些各種速度與激情的故事 像這些其實都是需要分析 我們可以跟各位 不是分享微信的速度與激情 是拉近輕鬆與意味的距離 謝謝各位 那還有一些時間的話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話一下我們今天帶來 談給我做我的演技 我們想分享到這邊 謝謝讚讚 像前端的感測器 底部就有加裝了一個散熱的風扇 它可以讓我們的進去的氣流 不會被我們的螺旋槳給影響 那使用6軸跟4軸的差眼 大家比較多看到會是4軸 6軸的話它的配量可以比較大 就是它的負載率比較重 像是我們在飛到單眼 就是類單眼上的相機的話 通常都會使用6軸 6軸跟4軸比較不一樣一點 還有一個特殊的速度就是 如果我有一軸fail的話 它不至於直接摔下來 因為4軸飛行如果少任何一直走的 一直走出的話 它就直接追回 還有我想要 為各位認為就是 像你的汽油 以汽油很大的情況之下 任何的光學的感測器 它都會沒辦法把揮作用 如果它離地飛行的話 它的汽油時間比較不一樣的話 這時候往下的汽油 如果 剛所謂的地面效應 就是比這一關 我們在近地飛行的時候 它的汽油會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地面的相鮮灰純 因為剛才我們 前端那個 空置汽油軟鮮設計 還有採量體的運作 那如果我們現在 把入口處封起來 而是透過外部的一個 一個主動導流 像是剛剛提到的 在下方呢 是紅色 大家可以注意看 它就不會有太多 因為飛行器本身 本身可以講造成的揚程 去影響到我的感測器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大家有什麼問題 想問 非常謝謝他們 帶來這麼精彩的 在背後 想必須大家 對這個題目 應該也有很多的問題 你可以用你前方 座位前方的麥克風 然後我們就會看到 你們在這裡的紅頂 就可以問問問 喂 欸 不好意思啊 想請問一下 等一下再來舉一舉 好嗎 除了那種電磁炮之外 現在有什麼最有效的方法 可以把無根機給 打下來 對不起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經驗 可以分享一下 或者是就機器裡面 或者是一個食物的分別 最有效的方法 把無根機給 弄下來 弄下來 感謝你看到 沒有發動攻擊 其實如果看一下 很多 國內外外外有分享的影片 最有效的 可是 被鳥擊 有很多 discord 的資訊 都是因為 鳥他鯽魚 他的鯽魚其實非常滿重 Healtum 看過很多老鷹去共管它一下旁邊 甚至實際上也有機場在使用 現在 日本的機場 他就曾經排出老鷹 去攻擊 再來飛行機 因為就 任何 你要靠카idew去 去感受到他 其實是不太實際 因為他的機質太小了 日本有那種就是無人機抓無人機的案例 就是他如果今天有一台四軸 然後他飛進機場 然後警察就會拿另外一台六軸 下面有網子 然後直接飛過去用那個網子把他抓起來 這是智慧模式 基本上那個進網子就沒什麼糾 大概就是電池炮跟這個 不然美國就是大家喜歡直接拿獵槍把他射下來 因為美國就是對於自己這個領事很明白 所以他可能有人飛到後院 他就直接拿獵槍把他射下來 還有更激烈的問題 你好 想請教一些關於MQTA的問題 就是說MQTD其實他的Network Model是 PubSub 對不對 就是Publish and Subscribe 可是這個會有一個狀況就是 如果對面的Subscriber會有 有可能遇到網復文的人掉資料的狀況 那可是我這邊的Case是遇到一些 比如說你在控制比較危險的 下電下電下馬斯爐 那對於這種掉資料的狀況 你會怎麼處理 因為其實PubSub不是很適合做這種 比如說要做一些控制的處理 如果掉資料很難知道對面有沒有掉 謝謝 就是我記得MQT他不是有 他有一個那個最後遺囑的概念 那就是如果最後我蜂包沒有收到的話 可以做什麼事情 不過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就是做無人機都會有保護機制 就是如果人家收不到訊號 我一定會自排 或是自動降落 所以這方面應該要再研究一下 但是我基本上應該是用 就是最後的概念去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就實際的應用面 這邊你重點一下 那像拿QVD來做 其實只有做感測值的傳輸 剛剛其實經常會發生危險的 從來不會在我堅持去控制邊界的姿態 或者去做位置的傳送 他必須準備到某一點 那你只收掉碼 我覺得對他造成影響 其實我們拿QVD來做的行進 他會是很迅速要響應的情況 應該說基本上就是這種 不會牽涉到危險的動作 會直接把它寫實在 其實那個開發板上 就比較不會透過網路去執行這個動作 我這邊有個問題想要不要 就是我想問一下你們 就自然無人其實是你們自己設計的 然後那個飛控板的上面的處理器 跟飛控設計本身你們是怎麼選擇 就是飛控板上你剛剛想可以用Arduino 或者是更高階之類的 通常你們對這個設計這個無人接受很高料 還是什麼 請問一下 其實就是看你的應用場合 如果你今天是玩具的話 那你的包圍的處理器其實就已經很夠了 像我們剛剛跟各位分享的套開眼磚 它都是基於一個鐵面板小二把 就是Arduino 不然的Arduino 差不多規格一致的硬體 這其實就足夠 但是事實上我們在做工業運用的時候 最好是用到32%以上的處理器 它的速度夠快 因為在做像PID擋出的時候 我們的控制的響應的速度 越快當然是越好 相對於它實際上在抗風的情況下 還會更穩定 所以這其實剛剛有一張圖 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就是雖然都是民用 它還是可以去區分成是商用 還是一些特殊應用場合 已經是到工業級 這樣的分別 所以但是以教育來講 像我們在做的 用Arduino來做的話 我們主要就是希望透過開源的方式 讓更多人可以去接觸無論跡 那我們就會選用比較低階的處理器 相對於它的門檻也會低一點 我覺得高階的有比較開源的方案 高階處理器就是有玩具人機 如果有興趣的話 會有記得 專案大家有一個分享給你 它是基於Corepress M0 M3 M4的晶片都有 這樣對外其實就有很多套 如果待會有時間的話 我們可以來交流一下 好 謝謝 好 因為時間 我們接受現場最後一個 你好 我是Michael 本來想問一個比較刺激的問題 看公共電視的一個紀錄片 不過這個問題的時候 不想讓你回答 因為那個是講一個 無人機自發攻擊的問題 都太危險了 我想問比較簡單的問題 就是說 無人機的那個電池在滯空能力 你們有沒有研究過 或是曾經有沒有討論過 譬如說可以維持到五、六個鐘頭 這麼久的時間 那可以用在一個災難 就剛剛你們有講到是說 在商區進行那個Wi-Fi提供這樣的東西 好 那 就這樣 我先做個回答 其實電池技術來講 目前不管是用燃料電池 或者是用鋁聚合物電池 它的時間時間都還是優先 你拿到電池來講 應該先回到飛機可是 飛機光是旋停 它跟電動車不一樣 用車停的都是 它可以不滑電力 甚至下車出來可以做那種 但是無人機不一樣 無人機它在做旋停的時候 它消耗了電流 正在飛機來講 一個馬達大約會在六安培上下 所以整體的功耗會在四五百瓦 所以就算燃料電池 要提供這麼大的功耗 它的系統會很大 那自身的重量 會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比較實際的做法 應該是從護理片來處理 像是混合液 混合液是說 像是它可以機翼做輕轉 有點像是美國的V22這樣的飛引器 它可以有保有垂直器這樣的優點 同時也可以有定義機長航程的優勢 這樣的話其實會是比較實際的問題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像剛剛Standy有提到 Facebook這個狀態 它是用定義機的 不是用全義機的原因 唯有要靠第一機 它才有辦法做長時間的指控 非常感謝大力跟Standy 為我們帶來這麼精彩的一個Session 謝謝 大會這邊有一個Announcement 是Unconference的投票和投稿 即將在4點15分會結束 所以請各位會動把握時間 選出你們想要聽的議程 Unconference投票跟投稿 即將在4點15分 等一下的那個4點 不是明天的 不是明天的 好 那我們要把音樂線到 下一個議程會在2點15分開始 謝謝大家